他慌了 他真的慌了 那他也担心了 心虛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曾经做过 现在只是想不起来 什么时候做的 我讲的是哪一次 台北新闻洪建议大酸前 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指控当时有地下台北市长 血滴子之称的蔡壁如 绝对是金华城弊案中的 隐藏版人物 我对我的证据 这个提供的人 丢在路上让我捡到的人 说真的 这个来源非常非常的可信度高 洪建议有信心证据确凿 要三问蔡壁如 任不认识前台北市兵衣局长朱雅虎 并与他见过面 收到朱雅虎呈情信之后 有没有下手遇 要求台北市局处首长以上 要与金华城人事碰面 自己又有没有与金华城高层见过面 我不记得金华城的高层是谁 没有私下监控 审刑金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在很多的公开的场合 一定会碰到点头之交 所谓的手遇就是用手写 蔡壁如难道你的签名你忘记了吗 你就知道有还是没有 宏敬仪透露蔡壁如当时亲自向市府官员 交办金华城案 有签名为证 但被影射成藏禁人 蔡壁如痛批就是隔空放话 暴气喊绝对提告 你是这个议员 你也是社会公民 你自己说的话要扶着你 不然我就告你 欢迎你赶快提告 越早提告 我资料越容易拿出来 我的自杀声明 越早可以解决这个自杀声明的 检刁侦办金华城案 柯市府时期的核心官员 陆续被发现难以置身事外 是清白还是心虚 就等礼拜一对簿公堂见证章 东森新闻校友剧张云春台报道 靠外外事丁 香港容论 少女 .